在单词里AEIOU这五个原音字母发什么音呢 有什么规律吗 我们来学一学 这五个原音字母常常发两种音 第一种音是短音 第二种音是字母音 我们先来看短音 A发A E发A I发A O发O U发A 因为这些音发起来是短处干脆的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短音 我们再来看字母音 这个比较简单 就发字母本身的发音 A发A E发E I发I O发O U发U 就发他们字母的本身音 那什么时候发短音 什么时候发字母音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五个原音字母比喻成五个小人 五个小人 他们从左向右走 按照写字母写单词的顺序 从左往右写 那么如果这个小人原音字母 从左向右走的时候 他被堵住了 被什么堵住了呢 被辅音字母堵住了 那么他被堵住了 声音发不长了 他就发短音 短处干脆的音 当然这里有个限定 什么辅音字母呢 除了RWY之外的 所有辅音字母 都可以来堵这个原音字母 为什么把它们除外呢 这个RWY是原音字母的好朋友 所以不能把它放在这个范围里 如果这个原音字母被堵住了 他就发短音 我们来看例子 看 at被T堵住了 bat被D堵住了 bat被D堵住了 nat被T堵住了 it被T堵住了 big被G堵住了 dog被G堵住了 not被T堵住了 up被P堵住了 cut被T堵住了 大家看 这原音字母 是不是都被后边的 辅音字母堵住了 只要堵住了 他就发短音 好 那什么时候发字母音呢 大家注意啊 如果这个小人 原音字母这个小人 从左向右走的时候 他没有被堵住 那么他就发他的字母音 那么没有被堵住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他后边就没有字母 没有辅音字母 比如说we 后边是不是没有字母啊 当然就是没有堵住啊 no oh后边有没有字母 没有字母 没有被堵住 hi hi后面有没有字母 没有字母 没有被堵住 所以这种情况 原音字母的后边 就没有字母堵住 所以这就是空的 空的情况下 怎么样 就发字母音 那么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什么呢 这个小人呢 他被堵住了 但是呢 他有一个地下通道 他能从这儿出来 那么这个地下通道 和这个字母E有关 我们可以管它叫做E通道 就是这样的结构 你看 Lake 这个K呢 把A堵住了 但是呢 没关系 字母E是个地下通道 字母A从这儿能出来 声音能通过这个通道 发出来 所以他还是发字母音 Lake 第二个单词 Nose 看 字母S把O堵住了 是吧 但是呢 没有真堵住 这个O呢 可以通过地下通道 这个字母E出来 这是个E通道 所以只要说 有这个E通道的 他也发字母 听说 我听说 是个地下词